所以我感覺這也有很大的工夫 但是這如果做了後來對我們邊南的公親來說就很有幫助 草屯鎮平林裡下平林地區農田灌溉是由烏溪取水 因取水到每逢大雨都會被大水沖毀 讓下平林地區約50公頃的農地無灌溉水可用 一直困擾農民已久擔心每逢大雨來時 就要自掏腰包集資請怪手前來恢復取水的溝渠 讓附近農民傷透腦筋 更希望有相關單位能盡速處理 讓農民有個穩固的取水溝渠可用 我們這邊的葡萄和來自的貫庫有5、60個左右 因為就是以前收純後的貨車關係 所以我們每年蓋水都很困難 到今年更加進去就花了20幾萬 現在目前也沒有水也要再一次 所以希望我們中央或立委 中央可以幫我們上床 讓我們做一個固定的固床工廠 讓我們汽水更舒服、更豐盛 還要讓農民花那麼多錢 而走在泥泥的河床變道中 縣議員廖子佑也跟著正公所的腳步 一起前來會看農民灌溉水的問題 而這處平年裡灌溉溝渠改善工程 在立法委員蔡培會的協助爭取之下 計畫改善銀水道 建立鞏固的銀水溝渠 讓農民不用再擔憂大雨過後 還需要自掏壓包、整治銀水道 我們變成這個地方因為都種這個佈渠 面積也幾十個 變成是屬於這個貫庫外 所以說我們的農電水溝 他們的管理單位就不夠吃 所以說我們的農民也很辛苦 要出水就是都要自己 接種也經由我們創立委的關心 希望可以讓我們做一個固定的渠道 希望透過這次的會刊 能解決農民灌溉水的問題 更希望相關單位能盡速處理 讓農民不用再擔心 灌溉水引水道的問題 記者李永勝草豚採訪報導